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川将军这话 九山可承担不起 诸位都知道 天津治安的好坏 决定着我们日本 大东亚贡农圈的建设的成败 这次总部派我来 是为了督促各位 能够尽快地把反日破坏分子 逐出天津 但是 对于侦破案件这件事 和在座的各位相比 我可不是专家 所以以后的事情还要仰仗诸位 对我的大力支持 德川将军 我这次是督办案件的 而不是主办案件的 所以这副重担还是要你们来挑 我只是协助 那是当然 不过 九山军既然是上级总部派来的人 下一步具体怎么计划 我们还要听您的派见 德川将军 天津是您的管辖范围 我怎么能够寻宾夺主呢 所以 希望 在座的各位不要因为我的到来 而影响到案件的进展 关于这件事情的进度 我会随时上报给司令部 好 既然这样 这件事情还是由我们来负责 好 德川将军 如果方便的话 我想单独和你谈一谈 同志们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有人冒充我们尖锋刺杀爱国人士 手段非常残酷 坏我们名声呗 日本人在玩小把戏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 日本鬼子 什么印招都使得出来 日本人现在假借我们的名义 除掉异己 造出声势 逼我们现身 然后趁机除掉我们 这一尸二鸟的轨迹真是太好了 我们不能这么背读 得想办法 不能让日本人的奸绩就这么得逞了 日本人这次学会了藏在暗处 我们不如就把它揪出来 让所有人看看 你有什么建议 以欺人之道 还治欺人之身 以牙还牙 以毒攻毒 这样会不会太过激进了 阿玉姐 现在尖锋这个名字 已经变成了日本人 栽赃我们的噱头了 如果我们再不想办法制止 那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同意廖教官的建议 不能任由他们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屠杀哀国人士 而我们却袖手旁观 我们也该让天津的老百姓都知道 我们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 阿玉 你尽快把我们的行动方案请示李团长 大家先分头做准备 老汪那边一点消息也没有 我想到一个办法 我们可以绑架一个日本高官 和日本人交换人质 不不不 绝对不行 目前老汪还没有消息 如果按照春梅的建议 就等于告诉日本人 老汪这个人非常重要 这么做太危险了 我找过青龙帮的李红林 他答应把我们查找文污的下落 但是监狱那边 他们就帮不上忙了 看来得想办法找个监狱里的人 某某情况 这样做很危险 而且谁去啊 我去啊 你 怎么 你觉得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 我不同意你这个方案 你去不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 这不是个人逞能的时候 我没有瞎逞 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 我只是想办法 找一个里面的人了解情况 廖教官 你太武断了 行了行了 大家都别争了 现在上级领导 还没有给我们新的指示 大家最近 还是不要太冒险为好 德川将军 总部这次派我来 说是杜瓣案件 其实是欲盖弥彰 我这次来真正的目的 不是为了这件事 这是总部让我带给您的秘店 请您过目 我们和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争夺 已经有了摩擦 对美国迟早要有一战 内阁决定要抓紧国内的建设 要求我们尽快运送一批劳工回国 以前呢 一直是有华北劳工协会在做 但是速度太慢 国内很不满意 所以这次总部让我来 主要是负责劳工的运送工作 这件事其实我早就安排了 只是总部一直没有给我详细的数量 所以 我还没有开始具体的工作 其实人员增级的工作 我们早就已经秘密地进行了 只是 按照内阁的要求 我们的劳工人员是远远不够的 除了承交劳工集中营的劳工之外 我们还打算把田津监狱所有的犯人 都送上船 连这些犯人毒药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国内这次需要多少劳工 二十万 进来 将军 林木俊 九山大祖 刚才忘了给你们介绍了 这位是我最得力的属下 我们大日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的 高材毕业生 林木淳一中组 九阳 九阳 在送部的时候 就听说过林木俊带领挺身队 渗入敌后的时机 九山大祖 林木对您已是仰慕已久 今天能够见到的非常有幸 那你们有事 我就先告辞了 你住的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 不用了 我还要去见几个朋友 九山君请便 这个九山是个老滑头 林木俊 没机关藏东西的房子在这里 明康路 五十三号 五十五号 你知道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吗 我派去的人 他只是看到 屋子里面 都是些箱子 箱子 秋雪 出去啊 是啊 跟阿玉姐出去一趟 阿玉姐还没回来呢 你们要去哪儿啊 怎么 我要去哪儿要向你汇报 我不就是想关心你一下吗 我也正要出去 如果要是顺路的话 我就松松你们吧 谢谢你的关心 我们俩肯定不顺路 就不劳您打架了 我们是一个团队的 互相关心是应该的呀 是不是 我可承受不起 陈秋雪同志 其实我知道 你为什么对我有情绪 说说看 其实我一早就想向你道歉来着 道什么歉 就是刺杀屏幕穹衣那天 我不是 行了 那件事我早就忘了 以后你不要提了 你肯定对我还有误会 当时我们俩互不相识 敌我不明 我这么做是为了争取些时间 而且我让你换日本人的衣服 也是为了你好 看来我还得谢谢你了 那倒不用 我真后悔 为什么那个时候 我不直接砸晕你 行行行 别别别 不是 你先把你放下 我跟你说啊 我当时啊 之所以会撕你的衣服 这 秋雪 阿玉姐 你可算来了 阿玉姐 咱们赶紧走吧 怎么了 你再不来我都快要烦死了 不是 我那个 我送你们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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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阿玉姐 好了吗 快整理完了 辛苦我的女儿了 爸 我在整理的过程中 发现里面有很多数据 可能存在错误 但是无法验证 我们要是有 能够做原则实验的 仪器和设备就好了 是啊 希望有一天 我们能和其他国家 缩小这方面的差距 爸 那下一步 你打算把这些资料 怎么办呢 总会有一天 这些资料 得到验证和发展 必将改变人类的历史 我就是担心这些资料落到坏人手里 那恐怕是整个人类的不幸 这件事我再想一想 这样吧 你先去休息 剩下的事我来做 辛苦你了 一块个人 我们去走 校围 大家好 请 你们两个女儿 我行 我行 这件事我行 那两个人 需要 好的 你们两个人 好 我来 谢谢 我来 你 我来 你 你 我来 我来 你 好 到了 给 谢谢 不用谢 谢谢 不用谢 刚才还有一个人 追 我们分头去找 好 林牧群 你派人24小时 盯着53号密局 有任何风吹草落 立刻通知我 对了 将军 在松锦屋和清平交手的 那个女人 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 她是否是尖锋的成员 这不重要了 你只管派人盯着 这个地方就好 我感兴趣的 是松锦藏在箱子里的 那些东西 是 我感兴趣的 我感兴趣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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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秋雪 我在这儿呢 秋雪 人呢 让他给跑了 明单 我们快回去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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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来 这段时间一直坐轮椅啊 我都坐烦了 慢点啊 这好多了 没事 沈大哥 你看 这是一个很详细的天津城里 知名人士和进步学者的名单 前段时间被杀害的人的名字也在上面 看来日本人是下狠手了 我们要在日本人下手之前 想办法通知名单上的人多加地方 没错 一定要在日本人动手之前 把他们保护起来 这上面这么多人 怎么能一个个通知到呢 再说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 有一个办法 可以把所有人都通知到 我们可以把这份名单复制几份 分别投稿到天津城 各大报社 总会有几家报刊 会将名单全部刊登出来 这样一来 我们既通知了名单上的人 也会让日本人有所顾忌 不敢再明目张胆地 冒充我们前锋杀人了 来 小王 把资料给我 是这个吗 对 就这个 你们先停一下手里的活儿 都过来看一下 怎么了 不出事了 怎么了 你看 这日本人要杀几下爱国人士 这无人中还有进步学者 太可恶了 太可恶了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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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 你知道丢失的名单 对帝国在天津城 造成什么样的坏影响吗 我知道 你一直都是帝国 和黑龙会最优秀的武士 你还记得师父当初 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吗 错误就是死亡 那你为什么总是一再出错 林母师兄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好 好 好 等一下 神在这儿 我来看看 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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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武士 你绝不能死在自己的刀下 要死 也要死在敌人的手里 可是 这件事怎么办 你丢的那个名单 是我抄的 这件事情只有你我知道 你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 爸 爸 小红怎么了 我刚才发现 外面有人监视我们家 小红啊 以后出门小心点 我们家被人盯上了 提心是什么人 还能是什么人呢 估计肯定是冲我们 这些资料来的 咱们得把资料 找一个稳妥的地方放好 走 来 先生 先围上 这次想怎么捡 别捡太多了 后面修一点 好 没问题 大港建造的不怎么样了 很难搞到 我们在这边有人吗 没有 即使有 我也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别见旁边啊 这不是两个党派的事 那个人对我们很重要 对于共产党来说很重要 对于我们 无足轻重 他们是不是又来找我 他们找不到你 只能找我了 对不起啊 连累你了 你说这些都没用 他们有共产党的名单 我说一直都没见到你 不过我要劝你 不要和共产党纠缠在一起 这样对你我都很危险 我们都是中国人 必须同仇地开 现在天津城里到处都是特务 你自己多加小心吧 监狱那边 你还得给想想办法 你怎么那么执着呀 怎么样 好了 来 你这剪的什么发型啊 你要是不满意 我再给您修修 行行行行 那老规矩 记账 好 我给您拿衣服去 你拿回去 好好看看吧 下一位 你说这个廖教官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这不是守着菩萨找佛爷吗 对了 那天早上我去他房间 发现他手里拿的荷包跟你的一模一样 廖教官 你看清楚了 外不得我的荷包不见了 得 看来这事被他给发现了 发现什么呀 发现你是他未婚妻呀 我跟他呀 那都是封建婚姻的糟粕 不算数的 不是就算他不回婚 我也不会同意呀 不是说来也奇怪 既然廖教官知道你就是那个陈秋雪 他为什么不承认呢 非要都来都去的绕圈子 我觉得呀 他是在试探你 试探我 嗯 德川将军 关于报纸刊登的那份暗杀名单 您能给个解释吗 请问将军 前方是日军的秘密组织吗 关于暗杀名单 这完全是对大日本皇军的污蔑 你们也听说了 被害的现场都留着一朵小白花 这正说明了 尖锋才是真正的凶手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要加祸我们 破坏天津的治安 破坏中日友好的局面 德川将军 据你们的情报了解 尖锋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这件事我们也在调查 如果有什么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目前日方采取了什么防范措施 杜绝此类暗杀事件的再次发生 为了早日抓到凶手 我宣布从即日起 我们司令部悬赏一千块大洋捉拿尖锋 如果有知情者提供线索 一经证实 会有不同程度的奖励 谢谢各位 将军 将军请问 将军 各位请回吧 你们给我解释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将军给我的这份名单在这里 清平虽然去执行任务 但是他手里并没有这份名单 是 赵队长 在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份名单 是你们便衣队制定的 将军 这事我一定会去严查 你必须给我查清楚 在你找到邪密人之前 先停职反省 好 便衣队队长 让吴宝山接任 是 德川将军 名单泄露之事 你不必多虑 中国有句古话 赛翁失马 胭脂非腐 名单泄露出去 也是件好事 我明白你的意思 名单上这么多人 我们不可能杀过 名单泄露出去也好 我要让那些反日分子知道 我们对他们 不是毫无察觉 毫不知情 现在已经有很多反日力量 逃离天津了 从这方面说 我们已经大大地削弱了 天津的反日力量 我本想趁机除掉一些重要人物 看来 要等些时间才能动手 我只是想不明白 这份名单 怎么会落入鸡者手中 赵队长 在 你必须给我查清楚 是 将军 便宜对泄密这种坚守自盗的事 让赵队长亲自去查 恐怕多有不便吧 你放屁 谁坚守自盗啊 你才坚守自盗呢 你少在这儿去口喷人 赵队长 这件事还是交给吴宝山去办 赵队长 别这么大火气嘛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泄密的人给查出来 给将军一个交代 也好让赵队长您早点官复原职不是 好啊 部队长 有劳了 客气 客气 老爷子 自从这暗杀名单一出来呀 这整个天津城都是人心惶惶的呀 咱们这码头的生意也是一落千丈啊 也好 这暗杀名单一漏 够日本人忙一阵子的 我还担心最近他们会来跟咱们要船呢 看来是有人暂时替咱们解围了 自大咱们把船移走以后啊 这黑市上到处可都在找船 我听说 从这天津到上海的运费啊 这都已经长到两根条子了 码头上不是还有别的船吗 咱们把船移走了 估计他们也猜到这事了 所以都跟着跑了 再别说是日本人找不着船了 就连国内运货都难了 是吗 老马呀 咱们会不会是弄巧成拙了 不是 老爷子 您是担心这日本人会狗急跳墙啊 不是狗急跳墙 而是狗急了就要咬人了 爹 等会儿出去一趟 你这刚在家待上几天就待不住了 去哪儿啊 我想去马途仓库看看 不行 外面太乱 我不放心 我就去趟仓库看看而已 您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在家待的都快发霉了 再待下去非变傻不可 难道您希望您女儿变成一个 嫁不出去的傻大姐吗 好吧 你记住啊 不许给我惹尸 好的 爹 来 来 你们看 这个人叫揪山太郎 是日本华北总部 派到天津专门来对付我们的 根据我们的情报 这个人的真实身份 是日军特务总部梅机关 派到天津的密室 旧山来的正是时候 我们正好可以趁机为我们队伍证明 最近天津的社会各界 因为这次日本人的暗杀行动 变得有些消沉 我们确实需要一次行动 来鼓舞一下士气 旧山在梅机关和日军总部 都担任着重要职务 这个时候 日军华北总部派他到天津 明着说是来督办尖峰事件 我觉得 他一定给德川带来了 其他的重要指令 管他什么指令 一枪毙了他再说 蠢梅 杀的很简单 可是我们首先 要尽快了解他来天津的真正目的 廖教官说得对啊 阿宇你马上和团部联络员联系 尽快将旧山来天津的消息 向李团长做个汇报 我们首先要想办法 了解旧山来天津的真正目的 可是目前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是 我们去哪找这个旧山呢 他既然来到天津 就不可能整天躲在司令部里不出来 怎么样有情况吗 没有你干嘛去了 没事出去转转 你看着我干嘛 你能不能专注一点 我怎么就不能看着你啊 你想啊我们两个人 神情都一样 往那边看着 眼睛眨都不再眨一下了 如果周围来了一个便衣 立马就会怀疑咱们的身份 那你就这样一直看着我 就不怕跟丢目标吗 你想啊 旧山从司令部出来 就算用跑的也至少要三十秒 我每隔二十秒看一眼 那怎么也跟不丢 走 休息 好好的送我这个干嘛呀 没什么跟你道个歉 你刚才离开这儿 就是出去买这个 你工作的时候能不能认真点 我们这是在盯梢 你就去干这个 我们是在盯梢啊 你想啊 这周围路过的每一个路人 要是看到咱俩坐在车里边 他们会想什么 想什么 他们肯定以为咱俩是情侣 那情侣之间如果没有一枝花 你觉得气氛上会不会少了点什么 情侣 为什么不能是兄妹啊 那怎么可能是兄妹呢 一个像我长得这么英俊的绅士 带着一个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的美女 那俩人坐在轿车里边 那怎么可能是兄妹呢 而且我文质彬彬的 你怒法冲冠的 最多是像正在吵架的小两口 随便吧 情侣就情侣 管他们怎么想 他出来了 跟上 去吧 快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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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走拐 别跟他太近了 慢点 接着百万 滚 他好像要带我们兜圈子 他们就是在堵圈子 他发现我们了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老朱 您说你的船也开走了 是 老爷子您下的命令 我身为堂主 自然要以身作则 码头上的这些货啊 和你那两艘船比 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这段日子弟兄们过得是苦点 但总比被别人彻底砸了饭碗墙吧 大家创下的家业不容易啊 是 老爷子您说的是 等过两天风头过去了 我会让船回来 到时候你要是忙不过来 我会让老马来帮你 是 那好 我走了 你好自为之吧 娘子 这李小天到底想干什么 堂主 这老马要是到了这儿 咱们可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 放着银子不让转也就罢了 现在还想把老子架空 想得美 听说朱富贵在和日本人做生意 这件事你知道多少 我也是稍有耳闻 这个朱富贵啊 是越来越过分了 结党营私已经触犯了邦规 现在居然还和日本人搞在一起 这样下去 我们青龙帮的名声 恐怕迟早要被他给败坏了 老爷子 这朱堂主也是咱们青龙帮的元老 有些事啊 我想他会有分寸的 您不用太担心了 我能不担心吗 让你去码头这件事 我可不是随便说的 按资历的话 你早就应该做堂主了 你不能总是老跟着我吧 朱富贵这几年在码头上主事 好处没少捞 钱也没少拿 是时候该让他歇歇了 这样下去 我是担心他会变得贪得无厌 为了这份资料不落入他人之手 承明远让他的女儿带着他离开天津 希望这样能掩人耳目 可惜了宋徽宗这幅真迹 小红安收拾一下行李 怎么了 你得出趟远门 想办法把这幅画送到天津去 拜报 拜报 拜报呗 拜报 拜报 到了 咱们走吧 给 谢谢 谢谢 师兄 我不想回去 你说咱们好不容易找着这么一大大买卖 不行 那个地方太危险 而且你的伤刚好 咱不能去了 师兄 那里真的有好多好多值钱的东西 咱就足足这么捞一笔 捞完这一笔咱们就走好不好 听清 你会把命搭上他 这不值得 我不能让你去 师兄 不行 师兄 你回去吧 卖报 卖报 给我一份 好 我来一份 那边那边 那边那边 你走不过来 走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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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报 卖报呗 箱子 我看那挺有钱的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既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那咱把这箱子还给人家吧 你傻呀你 这画不错啊 值几个钱 把东西还我 快跑 快 还我 快跑快跑 站住 给我站住 站住 走 跟我斗 那咱现在干嘛去 找地把它换成钱呢 休息一下 sevent blink